前英雄联盟职业选手姿泰退役后依旧活跃在直播前线 凭借其快乐整活的主播风格在主播中独树一帜 但姿泰的真实身份却是RNG小虎的头号黑粉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想到小虎就要黑上一波 说好的人要腾一千跟真哦 一次姿泰在英雄联盟官网上发现了一篇自己撰写的攻略 正当姿泰还在疑惑这篇以自己为名的攻略 为何会出现在官网上时下一秒姿泰说的话却让小虎彻底破防 但这只是他们之间故事的开始 为了整点节目效果一次直播时 姿泰在未经小虎同意的情况下 用她的照片点了三个小姐姐 愉快四排 而小虎知道后非常生气 迅速来到姿泰直播间 以清犯肖像群为由将姿泰的直播间举报 无法再进行直播的姿泰 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 分手一个举报挂在了小虎头上 听 听 听 主 主 播的声音 让 让观众感 感觉不适 她为什么要举报我 生意味 哈哈哈哈